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第十届立法院今日进行报道并于上午票选院长,民进党立委游希坤以73票顺利当选,成为第二位民进党级立法院长。 不过新科立委赖品于意外获得一票,让他在脸书及喊冤,澄清没有投给自己,还有网友抓出嫌疑人就是前老板林长佐。 民进党立委游希坤在民进党及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团的支持下,以73票当选立法院长,击败国民党立委赖世保的36票。 此外,杨琼英和赖品于以及高金苏梅各有一票,不过赖品于似乎很亚裔竟然会有一票落在自己身上,让他急着在脸书喊冤。 赖品于在脸书上惊呼冤枉啊啊啊,并问到底是谁将立法院长投给他,他真的没有投给自己,底下引来一群网友前来朝圣,就连身为前老板的同事林长佐也在底下留言,不过也引起其他网友说凶手就是他。 立委苏巧慧也留言表示我们办公室一听就猜是你。 立委郑运鹏也发文说,刚才就要求赖品于找出头给他当院长的那名立委,邀请加入民党。